灰图晶片大厂回答 8号公布第二季营收是67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减少19% 当然一早开盘股价就重挫8% 虽然收盘前有微幅提升 但股价最终仍下跌6.3% 分析师表示第二季营收不如预期 主要是因为电玩游戏的业务营收大减44% 其次回答在去年第二季增产加密货币的采矿处理器 一度缔造2.66亿美元营收 但最近加密货币市场表现不佳 才让营收表现被拖累 日前访台的美国众议院议长裴洛西丈夫保罗裴洛西 也在今年6月大量买进回答 时间点正巧在晶片法案通过前夕 被外界质疑内线交易 在舆论压力排山倒海之下 保罗在法案通过前一天 抛售所有回答股票 损失超过34万美金 大约是台币1000万 不过保罗被逼抛售回答后 反而让他成功躲过回答8号的大暴跌 看来是赛翁失马 胭脂飞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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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